今天是万圣节,小飞坐在餐桌前有些闷闷不乐,朋友们都以乔装打扮要去参加万圣节活动,只有她隔离在队伍之外。 因为母亲信仰邪教,不许她参加活动,看着小伙伴在窗外朝她扔来水球,小飞只能落寞地摇了摇头。 母亲的教派信奉殷勤,天没亮就会叫醒孩子们给他们做好早餐,一家人本该在宁静中吃完早饭,但是今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 一名匪徒持枪闯入屋内,还向菲利母亲,小飞被响声惊动,跑来客厅还没弄清楚状况,就挨了匪徒一耳光。 就在这时,又一名匪徒闯入屋内,打翻了菲利的废徒,两人都是刚约遇的逃犯,菲利的叫皮尔,打人的叫布奇。 原本是想过来偷车,没想皮尔却见色起义,坏了规矩,布奇只好出手,教训了这位御友。 一旁的小飞引起布奇的注意,这样的暴力场景本不该出现在孩子的世界,既然已经被卷入,只好教她一些应对现实世界的方法。 布奇让小飞捡起地上的手枪,然后对准她。 隔壁邻居从窗户看见匪徒操着猎枪过来救人,不急挟持住小飞,逼她放下了猎枪。 动静闹得太大,已经惊动了周围的居民,匪徒害怕无法脱身,戴上了小飞,让她成为人质。 可怜的小飞能够安然脱困吗?欢迎收看《科幻战舰》,我是爱你的星星。 今天的故事来自电影《完美的世界》。 警方那边很快得知小飞被劫的消息,恰逢周长竞选日就要来临,案件很快引起现任周长的关注。 这样一个塑造形象的机会,政客们没有理由错过。 周长委任警察局长亲自办理此案,还派出一位女助手过来协助她。 女助手名叫沙里,是周监狱的犯罪学家,据说精通犯罪行为学,可以帮局长尽快破案。 局长没有给她好脸色,她是个实干派,无信理论家那一套。 为了博取媒体眼球,周长还特地安排了新的豪华拖车,局长对此不屑一顾,毕竟她的任务是抓人,而不是作秀。 FBI那边也派了一位探员,协助办理仨。 两名匪徒带着小飞逃向德州边界,布奇想扔下皮尔,故意停在电话亭,让他去给亲人打电话。 皮尔很激进,拿了车钥匙才敢下车。 电话没能打通,皮尔很生气,上车后说起被揍的事情,威胁布奇不许再打他,说完还亮了亮手枪。 布奇面无表情,摘下墨镜,让小飞握住方向盘,转头给皮尔鼓了一圈,顺便拿走了手枪。 打完还不忘教育小飞,什么叫威胁,什么叫事实。 半路上,汽车经过一家商店,布奇有意培养小飞,于是借口下车满烟,将手枪交给小飞,还叮嘱他,皮尔敢乱动,就扣下扳机。 皮尔很狡猾,故意说小飞弟弟太小,趁机夺走了手枪,打开弹架才发现,里面没有子弹。 皮尔想要教训小飞,却为他咬伤耳朵,逃下车躲进了玉米地里头。 布奇走出商店,发现车里空空荡荡,于是进了玉米地,找到了小飞。 手枪已经被小飞抢了过去,布奇让小飞先出去,自己留在地里,朝皮尔射出了子弹。 枪声惊动了商店老板,布奇问他有没有电话,看到老板直摇头,布奇没有再为难他。 小飞站在车外不知所措,布奇问他要不要上车,小飞看了看两旁,还是回到了车上。 小飞问布奇,你会不会杀我? 布奇回答说,当然不会,我们是朋友。 说我还主动教训小飞如何开车,前面是未来,后面是过去,如果嫌生活太慢,那就踩下油门,如果想慢下来,那就踩下刹车。 而最重要的是学会享受现在。 为了避开警方追查,布奇搬路透了辆新车,车主发现汽车被盗,追上来不愿放手。 小飞见布奇掏出手枪,赶忙咬伤车主,让他跌了下去。 局长那边很快接到车主的报案,布奇驾驶的旧车被扔在路旁,警员打开后卫箱,在里面发现一具尸体。 这是布奇和皮尔越狱时劫持的预警,杀人的其实是皮尔,但是现在死无对证,这笔账自然被记在布奇头上。 布奇并不知道自己做了冤大头,他带着小飞来到服装店买裤子,小飞还惦记着化妆服,在店里偷了一套。 路过的警员发现被抢的新车,在外头守住带兔,布奇发觉情形不对,悄悄回到车上,警车从后头将他包围,布奇发动汽车直接将警车撞飞, 接着回来商店接小飞上车。 小飞有些犹豫,现在是获救的最佳时机,但是店员却吓唬他,偷衣服是违法的。 小飞纠结片刻,还是选择了上车。 小飞很爱偷来化妆服,上车后便戴上了面具,对面使了一辆拖车,小飞和对方打招呼,没想到正是局长的拖车, 转头便朝他们追来,布奇转弯开向小鹿,拖车在后头紧追不舍, 不过却在转弯时挣脱锁扣,将拖箱甩飞出去,布奇也因此逃出生天。 两人停在乡间小鹿,小飞问布奇接下来要去哪儿,布奇掏出一张明信片递给小飞, 这里是最后的荒野乐园,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,但是出发前得先弄点吃的。 小飞跟在布奇后头,忍不住去拉他的手,布奇挣脱小飞手掌, 却再次被小飞拉住,看上去倒像是一对真父子。 两人来到一户人家,小飞带上面去玩起导弹鬼游戏, 太太请给我一点糖果。 女主人却说,万圣节已过,已经没有多余的食物, 布奇在旁边看着,故意晾了辆摇尖的手枪, 很快女主人便取了大堆食物,还在给小飞一些现金。 两人继续开车前行,路上遇到警方路障, 布奇下车观察,将车停在下坡路, 小飞随着汽车向下滑去, 好在她还记得布奇交过了窍门,及时踩出了刹车。 恰巧一户人家出来也有,布奇借口汽车损坏, 让车主烧上他们,逼过了盘查的警员。 两个小孩在后座打翻水杯,惹得母亲很生气, 冲他们发了顿火,布奇在后头很生气, 将这家人赶下汽车,带着小飞再次上路。 路上说起小飞无趣的童年,因为母亲信奉邪教, 她没去过游乐场,也没玩过云霄飞车, 布奇听完后,将小飞放上车顶, 让他享受了一把云霄飞车的滋味。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布奇有些犯困了, 将汽车开进路边田地,躺在车里休息。 他让小飞拿来纸笔,写下愿望清单, 还说会帮小飞实现愿望,然后让他回家。 布奇的这些举动可能和他的绅士有关, 他的父亲是个惯犯,喜欢家暴, 布奇从小耳濡目染,染上许多犯罪漏戏。 局长对布奇父亲很熟,担心布奇在家会更糟, 于是趁着布奇偷车被抓, 拜托法官重罚他,将他送去了监狱。 局长原本希望监狱能改造布奇, 没想却弄巧成拙,弄出现在的越狱事件。 布奇本想在车里歇息一晚,明早继续上路, 半夜时分却被灯光刺醒, 是田地农夫找了过来, 邀请他们去家里歇息。 盛情难却之下,布奇同他回了家, 这家的女主人很友善,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, 农夫对儿子很糟,喜欢动手使惯儿子, 布奇在旁边看着,心里不太痛快。 收音机上不放起布奇的通缉新闻, 他关上收音机,并叮嘱农夫乖乖闭嘴。 原本已打算带小飞离开, 农夫儿子却缠着他,要和他玩游戏。 农夫在一旁看得很焦急, 跑过来拉回儿子,还扇了他好几巴掌。 布奇被彻底惹怒, 他冲上去打翻农夫, 还朝他掏出了手枪。 小飞在旁边看着,不知所措, 布奇让农夫抱来儿子, 逼着他对儿子说爱他, 然后拿绳索绑住了农夫。 小飞不知该如何救人, 只好悄悄拿走手枪, 还朝布奇射了一枪。 子弹准确命中布奇, 小飞哭着跑到屋外, 将手枪扔进井内,朝田间跑去。 布奇没有再为难农夫, 他将小刀放上茶几, 出门寻找小飞。 篱笆上残留着小飞的衣服, 布奇越过了一把, 追到小飞身边。 小飞躲在树上不愿下来, 布奇在下面躺着, 又一次取出明信片, 上面有父亲给他的信, 说是在荒野乐园等他。 小飞从树上下来, 回到布奇身边, 警方已经接到报警, 赶到了现场。 政府还特地动用直升机, 将小飞母亲空运了过来。 布奇让小飞拿出愿望清单, 远远朝着小飞母亲喊话, 要带孩子去游乐场, 让他坐云小飞车吃棉花糖, 不然不会放过他。 小飞母亲连忙答应下来, 布奇将钞票塞给小飞, 让他回到母亲身边。 小飞照着布奇的话, 举起手朝母亲这边走来。 布奇在后头艰难爬行, 小飞走到半路突然停下, 他害怕警方会射杀布奇, 又折回到布奇身边, 想带他过来自首。 警方不知道布奇已经没枪, 在远处布好了狙击手。 局长亲自上前和布奇交涉, 两人本已商量好自首的事情, 布奇想在分别前 送给小飞一件礼物, 他伸手去掏明信片, 远处的FBI探员却以为他要掏枪, 扣动了手上的白鸡。 布奇应声倒地, 再也无力回天。 小飞上前取向明信片, 留下了这份两人仅存的纪念。 直升机再次启动, 载着小飞和母亲赶去记者会, 布奇躺在草地上, 目送着小飞远去, 现在他终于可以去到理想中的荒野乐园了。 完美的世界由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指导, 是一部有些另类的公路片, 里面没有大道的传奇故事, 也没有历经风霜的人生哲理, 有的只是一个孩子和一位不是父亲的父亲。 布奇并不是什么大恶人, 只是成长的环境让他更早看清了世界。 这个世界的善意往往只是骗人的外衣, 里面藏着的是人们的恐惧, 这个世界看上去很完美, 但是那并不是事实。 好了,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, 这里是科幻阵剑, 喜欢解说小伴可以点一波关注, 我们下期再见。